今天很高興看到這麼多人一起上街 來表達我們民意的力量 來訴求反核這個議題 各位知道從福島核災之後 其實世界上各國的團體 各國的政府 都已經在潛逃本國的核能政策 因為核電它影響的絕對不是我們用電多少度 影響的絕對不是只是我們的電價多少 重點是核電這個政策 它會影響我們整個生活 我們看看福島核災之後 福島當地的居民 他的生活整個改變 原來從事農耕 原來從事放牧的居民 他們的生活受到非常大的影響